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的月光的曲作者 他经手的经典专辑 不计其数台湾百家流行乐唱片名单中 他制作的搭错车排名第二 此外 潘月林的天天天蓝和李建復的龙的传人 也都在前十一九八五年 李授权和罗大佑 在录音室录制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朽经典 明天会更好 这首歌曾唱遍了全中国 几乎成为了校园里必唱的曲目这一次 在武汉的跨年夜 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青春无悔追梦版 巡演上你将会看到 这位华语乐坛的幕后金牌制作人走上台前 向我们展示着音乐匠人的现场 魅力现场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曲目呢 是否会与罗大佑合唱那首经典的 明天会更好留着谜底 让我们一起在跨年夜街开吧 巡演升级南京震撼开唱 带来惊喜感动万人前几日 万众期待的罗大佑当年离家的 年轻人青春无悔追梦版 在南京热血开唱 不仅仅全场爆满 更是有近二百万的歌迷朋友 在腾讯视频观看直播 感受着罗大佑的音乐魅力 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网络观众 都被六十四岁罗大佑带来的 音乐能量所震撼 作为当年离家的年轻人的 升级版青春无悔追梦版 这一次罗大佑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 与感动变幻莫测的激光灯 不仅夺目绚丽 更随着歌曲的节奏 将现场推向一波又一波高潮 舞台更是暗藏机关 炫目的举行灯光装置 跟随着歌曲便换着各种造型 传递着摇滚的力量 无论是灯光 舞美还是曲目编排 都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充满热血激情的视听盛宴 罗大佑的音乐 是历经这几代人的青春 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不朽经典 南京巡演恰逢在腾讯视频的网络直播 更是受到了数百万网友的在线追捧 七零后感慨着罗大佑十一声无悔的精神之助 八零后高呼着 这是一代光阴的故事里最永恒的旋律 九零后泪目的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永远回不去的童年 零零后感慨着神奇的洗脑旋律 人在全场的舞台效果 现场不仅仅有歌迷朋友 全场举着罗大佑的素描头像 一曲童年更是引得万人合唱 纷纷抹泪 是啊 只有来到现场 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高小松老郎会在罗大佑演唱会上抱头痛哭 网友们更是纷纷将约要去看看 现场流行文化具有时效性 在受欢迎了歌手也有戏幕的那一天 慢慢被人淡忘 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 不自觉间发现 罗大佑的名字 却伴随着几代人的共同回忆老少嫌疑没错 这就是一位64岁音乐之人的音乐魅力 南京演唱会在结束时 罗大佑向南京深情表白 这是2018 我们重聚江南的一场赤字之梦 而12月31日 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青春 无悔追梦版许年 即将抵达武汉 在这个被无数文人莫彻 挥毫复失的城市 罗大佑又将用他的文人情怀 为大家带来一场怎样的音乐盛宴 留下怎样的对白语感悟呢 2018年的最后一天 让我们一起相约武汉 用这城市的历史记取你的笑容 当然不能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也可以一部12月31日晚上20点的 CCTV1 CCTV3 CCTV15频道 在中央电视台起 旁2019中国音乐盛宴跨年晚会上 感受一本罗大佑的音乐魅力 2018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青春 无悔追梦版寻回演唱会武汉站演出事件 2018年12月31日19点 演出地点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演出票价 1280980680380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